学立行政长官的A委任 B任名 C是名 C 好玩吗 好玩吗 好玩 一些问题都答到的 对啊 譬如说香港的纸花那些 4月份 中西区区议会 在争议声当中 以电邮传阅通过了 撥款25万 用作筹办与政制发展相关的 基本法宣传撥款 这25万他们怎么用呢 其中11万 是批了给基本法推广联席会议 上个月27号 基推会举办了一个 推广基本法的活动 现场有填色比赛 表演节目又有摊位游戏 这个 这个呢 另外那个呢 这个 颜色白 颜色白 喜欢吗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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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了 至于另外接近14万的款项 就撥了给另一个地区团体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 他们会搞精文比赛 同以自助餐形式进行的研讨会 今次的撥款风波 源于三月初 中西区区议会公民教育小组 审议如何撥出25万的时候 小组主席李志恒 决定以闭门会议进行 不让传媒采访审议的过程 这个做法 也起区议员 许智峰 和争选委员 吴兆康的不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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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整身自己 最后 他们被警察抬离会议室 我们看到撥款的过程 不是公平公正公开 首先第一次审议 就已经是闭门会议 接着要动用到警察 将民选的议员抬走 这个是很严重的议会 就是侵犯议会 介入议会的行为 到了第二次会议 许智峰说 有份参与审批拨款的 八个区议员 当中包括李子恒 他同时也是两个 申办活动的地区团体 香港保各界联合会的 义务法律顾问 和中西区各界協会的会董 许智峰质疑涉及利益输送 要求相关的议员要备席 但结果 他再次被保安区赶 区议会撥款时有利益申报机制 申报后 有要求主席或申报的议员 需要备职或不投票 但这次他们没有跟会议上规则 被质疑有利益冲突的李子恒认为 他已经申报利益 但并不代表他在地区团体当中 有个人利益或金钱利益 所以他不会备职 我们完全在申报利益的时候 我们只是申报我们与团体的关系 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没有个人的利益 也没有今时上的利益 我们是无需要去备职的 根据这个守则是完全不用的 根据区议会常规第48条 每个区议员都要向区议会秘书 提供个人利益登记详情 曾经申报利益的议员 能不能够在会上发言 表决或者需不需要备职 是由主席决定 不过由于现时所谓的个人利益 一般是指受薪工作 在香港注册的团体名称等等 一般被质疑 可能有其他非金钱的利益输送 例如利用影响力 谋求将来的政治利益等 是没有规定要申报 也没有要求要备职 我们提回这个由中西区区议会撥款 宣传《基本法》的活动 当日的港者为配船 似乎没有打算港 和政制发展相关的《基本法》第45条 你可否解释一下《基本法》第45条 香港市民可以如何达致普选呢 亦都在刚才的一个内容上 都没有提及到 我就想都不要超出了 我们今天议定的议题去讨论了 贵佩船本身也是李志恒的外甥女 又曾经参加区议会选举 对手正正就是许智峰 李志恒被指 利用权力帮外甥女做事 可能不是金钱的利益 可能是一些政治的利益 譬如今天的港者为配船 就是在我民主派 即我作为民主派里面 居业会选举的竞选对手 或者政治上利益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很难去界定 也都不公平的 就是你说出名了 或者多人认识了你 那这件事是否个人利益呢 如果计算这样的话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 李志恒说 找什么人做嘉宾 是主办单位自己去邀请 他没有参与过程 中西区的拨款风波 对南区的审议都有影响 一开始他们打算 就是每个团体的申请 都是用传阅形式来解决的 结果一番争拗 加上许智峰的抗争事件 才来到他说要开会来谈 香港岛国界联合会 是中西区申请拨款 惹来利益冲突的质疑 这个团体也在其他区议会 申请同一笔拨款 南区是其中一个 这个是民政署那边说的 他说最初那部分是打算有部分的钱 预留给香港岛国界联合会来做 原因是因为四区都是这样申请 怎么都要拿齐四区 四区就是湾仔 东区 中西区 南区 你明明是多疯了 除了中西区区议员 东区 南区 和湾仔区 都有区议员在这个会担任不同的职位 政府的官员都是这个会的顾问 上至曾德成 下至民政专员 全部都是做这个国界联合会的顾问 你都不是独立持平的 你拨款原来也是拨给你有份做顾问的机构 那你会其实给人家有一个瓜田里下的嫌疑 朱庆雄是南区区议会主席 他也是香港岛国界联合会的顾问 他说他在拨款当日有秘籍 以色除而类 香港岛国界联合会 在南区区议会获得拨款八万多元 他们在五月头 在香港仔海滨公园 举办了这个基本法同乐日 这日我们所见 除了礼物等的物资 是由香港岛国界联合会提供之外 摊位游戏是由十几个其他 不同的地区团体负责 内容也是由地区团体自定 六个营带在哪里嫁廉政公署 哪里有个 选择礼物 很多人玩 是很拥有 他们说这边没什么政治 他们说筹备了几天 想到以廉政公署做主题 但为什么会用廉政公署做主题呢 如果是宣传基本法呢 在世界来说 都是比较认同我们香港 有个廉洁的政府 有个比较廉洁的香港 所以我们就拿这个做主题了 用什么问题可以切合今天活动的主题 有一些又说一下廉政公署 有些又只是来到钓鱼 我真的不知道钓鱼 怎么来到和这个基本法有关系 那个成效是否这样呢 那我们大家一定要想想 不过主办单位就很满意 这次活动的成效 其实香港就是基本法的推广 是重要一个时间 我们觉得其实大家都非常了解 都很想进一步了解基本法 18区区区获最多部款 25万宣传基本法 虽然这笔钱是专款专项 但怎样运用 是不是切合目的 似乎就没有人监管 屯门区议会用了25万 制作剪板作巡回展览 又印制了这些纪念品 分发给各个区议员 让他们在区内派发 这些都是区议会 拨款制作的 鼓励街坊表达意见 这个是水壶来的 谢谢 不用客气 陈树英是屯门区议员 他说这25万点花 他从来都没有机会给意见 就要往是要底的时候 收到区议会的一个电邮 就因为时间比较紧逼 所以就用传阅的方式 就建议将这25万 交给民政事务署 即屯门民政署负责 我自己回复就是反对 但最后的结果 都是过半数 大多数是同意用这个方式 有区议员多年来 不断争取改善申报机制 他遇到多大的阻力呢 下一节再看